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技术 叫做MM-Audio 通这个名字你大概也能猜出来 它是干嘛的 是生成声音的 准确来讲是为视频来生成声音的 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看到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视频生成模型 去生成视频 但是大部分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 那当然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只有为这个视频配上了合适的音效 当然我说的这个音效不是指背景音乐 配上了合适的音效 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为这个无声的视频来配这个声音 那效果怎么样 我们简单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的一些实例 网友提供的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这个 那我们放开声音 AV AV Ja 那我们给看到了 这个配音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棒的啊 这里边的例子呢 比较多啊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啊 刚才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综合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包括那个嘈杂的 周围的环境的声音 包括在太极灵啊 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类似于 泰国的这种音乐 包括一些科幻电影啊 包括ET的这样的一些景象 它其实都能够给出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音色啊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 比方说这个 这个呢 去屏就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来看 这是一匹马 对吧 然后它张开翅膀飞起来 你会发现 对于每个动作 这个音效配的动作非常棒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特别有意思 这个美女呢 哪里有红酒啊 然后有各个镜头的切换 大家可以猜一下 如果是这个场景 那它配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可能想象不出来 我们听一下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其实它有一些化为音在里边 这个待会儿呢 有一些例子呢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到类似的这个效果 那视力呢 我们就看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怎么去用它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官方的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呢 当然更多的是我们通过命令行啊 通过抱抱脸啊 去部署这个环境 当然我们今天重点呢 还是使用 Confi UI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我们会用到K神的这个扩展啊 叫Confi UI-MM Audio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安装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安装 首先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report 也就是这个仓库呢 给它克隆到我们的Custom Node里边 然后呢 我们安装一下依赖包啊 用的就是Python的Pype程序 那么你可以用Pype install-R requirement 当然呢 如果你是这种集成版本的话呢 可能是这样写这个命令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写就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下载模型 这需要的模型呢 是比较多的 主要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MM Audio用到的主要的模型 关于模型的列表呢 你可以在它的官网上去看到啊 这个都是干嘛的 其实呢 重点呢 是分成了不同的精度 有FP16的 有FP32的 另外的话呢 对于声音的生成有不同的质量啊 16K赫兹的 44.1K赫兹的 当然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啊 不去评定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 你可以看到 类似于我们刚才说的啊 IP16的 IP32的啊 44K的 对吧 很多啊 然后呢 这个需要下载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目录里啊 Test Models 然后MI Modules 完了之后 下边这个你不用去下啊 它是Auto Download的啊 就是它会自动的去下载 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Examples里边 看到它实力的工作流 就这个MI Modules刚test 然后拽到我们的Conf UI里边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真正安装好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Conf UI 然后Custom Node的里边 然后MMAudio啊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安装一下Requirement 这个我就不装了 另外的话呢 我们需要下载我们的模型 也就是在Conf UI的Models目录里 我们可以找到MMAudio 然后里边的话呢 需要我们下载的这个模型呢 都在这 当然呢 你如果只需要IP16 因为我们这用到的主要是IP16的啊 你可以把IP30的删掉 为了节省这个磁盘空间 因为呢 这个部分不用你去下啊 它会自动的去下载 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工作流的一个基本形态 我们打开自定义节点 MM Audio啊 然后一个Examples 我们将这个给它拖拽进来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基本形态 这个基本上不用去动啊 就直接用就可以 然后呢 你唯一需要上传的是上传一个视频 这我们随便传应啊 大家看一下 比方我现在传一下这个 对啊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数字人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 它可以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呢 这个不写提示词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们直接执行 大家注意啊 它采样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 然后呢 这个效果就有了 那你猜 它配出来的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听一下啊 大家是不是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 大家注意 我现在不敢确定 它配的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有实际意义啊 你说它说的是什么语言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啊 但是呢 我们听上去好像 节奏啊 韵律啊 都非常的棒啊 我们再听一下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然后呢 你可以代替提示词啊 比方说我们刚才看这个 这个提示词呢 特别有意思 是皮卡丘的一个说话啊 talking嘛 然后如果我们加了提示词之后呢 这个提示词呢 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我们再来生成一遍 我们再听一下啊 那听一下这个有没有皮卡丘这个 说话的这个意思 好像没有 是吧 那所以说呢 其实呢 提示词可能有引导作用啊 但是更多的还是画面引导为主 对吧 我们听到这个 有一些音色的变化 但是呢 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啊 那剩下的呢 就是我们去 改写一些基本的工作流 然后呢 我们做一些测试 下面呢 我们对于工作流呢 做一些变化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儿呢 将这个图像啊 取了一帧 用到的这个节点 叫get image on mask range from batch 就是我们从一个 batch的数据集里边 拿一帧出来 也就是一张图片出来 然后给到了我们的Florence Florence我们用到的方法 叫mult detailed caption啊 很简单 就是我们希望生成一个 特别详细的提示词 然后我们将这个提示词呢 转给这个输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去写提示词了啊 那用这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生成很多 有意思的声音 好 下面呢 我们测几个啊 这儿有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滑雪的一个场景啊 那我们看出来 它配出来的声音会什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棒啊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 就是当这种有实际情景的 这种场景的时候呢 这种音效的生成呢 还是非常的棒啊 我们继续来测一些啊 比方说这个 好 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啊 好 大家可能能听到这种 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声音啊 我觉得这个音效配的 也非常的棒啊 接着测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小狗啊 在滑滑板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声音 会什么样的啊 这个滑板的声音是有的 那你听一下 有没有狗的声音啊 这不好说啊 因为听着那个声音 有点像狗在吐舌头啊 但是也不敢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啊 就是这个模型 其实是在捕捉 第一位的声音 就是狗滑滑板嘛 那其实先是把滑滑板的 这个声音给它模拟出来 狗的那个声音 如果它有能力 可能它会去配上啊 如果没有的话 它重点还是突出 这个滑滑板的声音 对吧 这个原视频是一个小熊 在玩一个玩具啊 玩一个可口可乐的罐子 而且是一个雪天 那我们听一下这个效果会怎么样啊 大家能听到风雪的声音 能听到熊的叫声 对吧 其实主流的这个声音都还是存在的啊 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那有人说它是不是只能配音效呢 其实也不是啊 环境音都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原视频呢 是一个舞台上的这个舞蹈演员正在跳舞 而且有一些非常棒的烟雾的效果 那所以说呢 它其实是不光可以配音效 还是可以配出音乐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最终生成的这个效果啊 你能听到主体的这个音乐的声音 也能听到一些环境的声音 我们听一下啊 对吧 这个音效配的都是非常的棒啊 好 那还有一些情况呢 比方说啊 像这种 看这个原视频 原视频呢 其实就是一个街景 那么它本身的没有特殊的含义在里边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个 它本身有价值的声音应该是什么 对于这种东西呢 那这个模型基本上配出来也是背景音乐 你听一下 哎 这个是环境音啊 我觉得还好 把雨天的这个嘈杂的这个街景都能表现出来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女孩拿着一个可乐罐子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呢 应该是音乐了啊 而且这个音乐呢 特别符合这个画面啊 就是特别轻快啊 一个少女的一个场景嘛 而且在一个非常明媚的 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啊 就是整体是很轻快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小狗和一个小猫 在在嬉戏啊 大家能听到狗的声音 听到雪的声音 但是猫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啊 所以说呢 它可能还是有主次的去体现这个声音 这个是埃菲尔铁塔下边一个穿着黄色雨衣的一个女孩的这样一个视频啊 下雨的场景 那我们看一下能体现出来哪些元素啊 就是我们能听出来哪些声音 听一下啊 我们听到有一些背景的音乐 然后有脚步声 然后有那个下雨的声音 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能不能体现出来啊 就是这个吃东西的这个 咀嚼的声音 我们听一下啊 这个没有啊 主要没有的原因不见得是一个模型不行 而是我给的这个提示词可能不够精准啊 因为我取的就是第一针 可能在第一针的时候并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啊 反正是最后一针 它真正在咬这个汉堡 对吧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试一下动漫的这个角色啊 看一下这种它会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我怀疑可能也是背景音乐啊 好我们听一下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它的确是有背景音乐 但是它有这个女孩的声音 而且这个声音的确是卡通的声音 对吧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吧 这个呢 也是我们经常啊 去用的一种视频的形态 就是一个美女在各种展示 这种呢 一般出来的就是背景音乐了 好 我们听一下 还可以吧 重归重绝啊 这个就非常明确 一个人在走路 对吧 而且是在这种乡间的小路上 然后呢 我们来跑一下 那我们听一下啊 是不是非常的棒啊 最后一个呢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视频来做结尾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整个配音里边最好的一个效果的视频啊 或者我意想不到的 哪个呢 这个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个人在玩游戏啊 然后有地图啊 有这样的一些操控的画面 那我们看着它配出来什么样的啊 那我们看着它配出来什么样的啊 你猜是什么呢 我们听一下啊 那特别像一个人在解说他在玩游戏对吧 特别像啊 我这个模型啊 因为真正的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 声音是必不可少的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